你没事吧 来 你怎么了 熙和 什么 熙和骗了所有人 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谁 我是 白鬼影大统领 牧王的死是熙和 是熙和谋害的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相信我 我一定会揭穿他的罪行 他一直和我们联系 所有的事 都是熙和干的 为了灭口 他要杀杀我 果真是熙和 这一切果真是熙和的诡计 可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他 他要报仇 报仇 白鬼影 斯瓦斯大人 还有我们的大军 都是被他出卖 他们死得好远啊 你撑住了 我马上给你找郎中军啊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虽然 虽然 你也是丽江的敌人 可是我答应你 我一定 会揭穿熙和的真面目 死了 驾 驾 驾 大人 在城外找到白鬼影 统领的尸体了 好 不过 弟兄们看到他临死前 和阿月拉说了很久的话 恐怕阿月拉已经知道一切了 他人呢 在回立江的路上 在回立江的路上 要不要 中途截杀阿月拉 不 当然不 当然不 你一定要让他活着回来 揭穿一切 你马上赶去军营 杀死两个小兵 然后请木龙和木坤 赶到军营解决问题 动作要快 是 等等 你派人去迎仙阁 给咱们的吐司大人 送上了一壶特制的好茶 您的意思是 即不可食啊 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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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要杀你啊 母亲 天意 木坤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打死 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这就去揭穿他 凶手就是西河 好 阿娘 阿语了 莫昆呢 君怡有事 他去处理了 一会儿就回来 那阿爹呢 他也去了 我去找他们 怎么了 怎么那么着急啊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是契合 得赶紧抓住他 什么 好 知道契合在哪儿吗 契合大人 去看望穆卿大人了 穆卿大人不在府里吗 不在 穆卿大人读书修仙 已经搬到影仙阁去了 他一个人去的 是 逮到了 是 契合大人一直配刀的 不好 来 吓死我了你 夫人 契合 你来得正好 刚才阿语拉跟我说 你是凶手 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了 夫人 什么 都怪我 百密一书 只想着 不让阿语拉 见到穆容大人和穆坤 却把您给忘了 你 你说什么呢 为什么不让阿语拉 见老爷 赶紧跟我说说 那凶手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麻烦了 这怎么办哪 让您听到了 您不该听到的话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赶紧说啊 不过也没关系 您也先别着急 如果是加上一个您 我想事情 可能会更奇妙 什么意思 夫人 契合对不住您了 我本来不想这样 可是 可是您 您毕竟也是幕府的人哪 是吧 是吧 对不起了 我就是束手 大人 大人 怎么样了 按您教的说了 阿语拉 已经赶往迎仙阁去了 总算到了最后一步了 那我也得赶过去了 是 大人 你 你 是 你 你 是 你 你 是 你 你 你 母亲 母亲大人 母亲大人 你们要 不好 木槿大人 我马上带你离开 这里不安全 谁 是我 你走到每一步我都跟着 你好奇心太强了 运气还不错 还真让你查到了底细 这可不行 你知道了我的底细 就意味着你的死亡 这个办法很好 不过不是这样用 这个办法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说了 那会把他怎么样啊 我不会杀他 希望他能痛改前妃 有所悔悟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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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了 那个白鬼统领的尸体找到了 真相已经大白 似乎不重要了 走吧 请 你继续 二爷 是不是该往迎仙阁 加派一些守卫 毕竟沐清大人 名义上还是土司啊 我已经派心府去守着了 多派些人也好 一起安排吧 是 还有 武卿大人说 他还是习惯在水泄写字 希望能够回到牧府 他来 出身了 我不杀他 已经是顾点亲情 这水泄 他没机会回来了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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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牧卿的信息 是这么传进来 水渠传信倒是够隐蔽的 人都关进了迎仙阁 可他们的手下还在行动 怎么了 爹 属下遵从吐司大人号令 已经派人暗杀高士居阿月拉 已求让木龙位居让权 阿爹 阿爹 快去 看看阿月拉 是 走 夫人 夫人 二爷 夫 夫人他 夫人 我就奇怪了 这幕府戒备森严的 沙蜀他是怎么进来的 他的神秘卫队 对幕府了如指掌 溜进来还不容易吗 这么说 二爷 真的是大爷干的 他杀了高士居算是警告我 可他为什么还要去杀阿月拉 阿爹 阿爹 阿月拉留了一张纸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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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你怎么了 你醒醒阿娘 我知道凶手是谁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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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时候去迎战阁 恐怕中多吉少啊 阿勇朗 阿勇朗 醒醒啊 阿勇朗 怎么回事啊 阿勇朗 丧心病狂 无药可救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姐姐 怎么还不休息呢 睡不着 想到明天就要见到牧僧少爷了 高兴 其实 不仅仅是高兴 你不是一直都相信 牧僧少爷他还活着 等他回来吗 怎么 有了他的消息 反倒发起仇来了呢 是熙和害死牧王大人 可他是我舅舅 阿赵 我是不是应该把真相告诉牧僧 你疯了 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你跟你舅舅是一家人 他所做的一切 都会算到你的头上的 你要是说出真相 就等于找死 难道一直欺骗他吗 你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你做的一切 都是在保护牧府 隐瞒自己的身世 那算得了什么呢 别说 答应我 千万不要说出自己的身世 阿乐秋姐姐 你不想死吧 你要是死了 可就见不到牧僧少爷了 我知道了 我不会说 那阿世鱼那边你怎么看 什么 阿虎传信给你 别人不找 为什么会找他呢 阿世鱼不是说了吗 他们之前见过一面 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我再说一遍 我没杀人 碧江水稻 就是你的传讯王 没错吧 你 你怎么会知道 这就是 你用水稻传训的主统 驻扎阿越拉高市局 都是你的命令吧 白纸黑字 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没下过这命令 我没下过这命令 老爹 看看这个 大哥 这是你的东西吗 我怎么会准备 老爹 不知道 我要干什么 阿弟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啊 原来还有脉搏 是吗 不是没有气息了吗 它是没有气息了 但是还有脉搏 少爷 你是不是过于悲伤 搞错了 不 不 他还有呼吸 阿爹 他还有呼吸 虽然 一些血隙 我也知道 有疯忌 只有一点 但是 无疯忌 有关 哈哈 细和 在 去我的房间 把我珍藏了好久拿起钢来 我跟大哥聊聊天 二姐 爷 虽说阿月拉夫人 还有气呢 可是她毕竟杀了夫人哪 快去 是 还有 我房间柜子里 有一小瓶酒也拿来 记得高士局 和阿月拉的事情 别跟府里人说 快去 是 大哥 坐吧 木龙 我觉得我们掉进了一个恶毒的阴谋里 等酒来 再开口 我转消失了 再给你 我回来 等我 是 身上飞 不是 你 没什么 那个山匪刚来丽江 你就绣这个 你是要给那个阿虎吗 你别问了 小姐 这上闯大祸的 哪有什么祸 墨增已经死了 我已经自由了 二爷 这就是 从您房间里拿的级物 外面候着 二爷 都出去 走 喝 你知道我不爱喝酒 可你能喝 木龙 这件事不简单 我们身边可能藏着一个可怕的敌人 不谈这些 只聊天 聊什么 过去 从小到大的事 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聊现在 好 我陪你 嘛 好 岳东 有 多 了 了 小姐 小姐 你要去哪儿啊 你出来干吗 回房里等我 你跟拉烈秋 是要见了个阿虎吗 我的事不用你管 回房去 小姐 大人 说 有树下发现 那个被通缉的神妃阿虎 好像在立降注目 现在做什么时候了 还不容易 还拿这种事来烦我 找几个卫兵盯着不就完了吗 以后这种事别来烦我 还有 阿虎拉夫人那边有消息了 她醒过来了 朗珠说 阿虎拉血脉率飞 命是保住了 但看起来神识不明 好像魂魄有离 又好像 是古书上所述的一种奇病 叫不识人 再或者 这就说结果 好 恐怕 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大人 他们还没出来吗 等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在里边喝酒 难道今天又杀不成了 是 记得小的时候 我经常闯祸 把阿爹最喜欢的宝剑 拿出去砍石头 结果 宝剑都砍坏了 是你替我顶得罪 结果还是瞒不过阿爹 他知道我不爱习武 你猜就猜到 是你干的 还挨了阿爹一顿打 大哥 你不喜欢习武 可我喜欢 因为我知道 要做一个好吐司 光靠文质是压不住人的 我从小就决定 尽我一切力量 辅助你 帮助你 让你成为最伟大的吐司 我一直记得这誓言 我也知道 阿爹阿娘担心我强势 怕我夺你的权力 这誓言一直放在我心上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威胁到你吐司之位 因为我是你弟弟 你是我大哥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现在呢 往事追忆 我们聊了一个晚上的亲情 还是那句话 你我是兄弟 永远不变 无论你做了什么 我都会原谅你 大哥 可你不该对家人下手 我不是在辩解 也不是在求饶 我真没做那些事 牟增死了吗 什么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 是你害了阿爹 因为牟增和阿爹一起惨遭埋伏 我想就算你再无情 也不会拿自己的儿子做赌注吧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是怀疑牟增到底有没有死 如果他没死只能证明一点 你和他同谋害死阿爹 然后他突然失踪 其实被你保护着 在等待机会重回丽江 大哥 是吗 我以牟家祖先的名义发誓 是 我和阿爹的死无关 牟增的生死我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吗 大哥 我无法信任你 他在等你 他在等你 阿妩 还真正 他手在等你 你会提交的 我他把你钞鞋 我承拆你 你学到你 你不是我把你带 Point 问你 你不是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好好看看啊 你们去那边 是 走 你们在查什么呢 二舟小姐 听说山费阿虎出现在立江 上面让我去四处看看 是这样 我刚才啊 看见有个人鬼鬼祟祟的 往那边去了 要不你们去看看 是 快 这就去 都走 快点 你找我什么事啊 有让东西送给你 什么东西啊 来 山费阿虎 抓住他 好 不能让他们看见我 是 才会 刹住他 的 呀 啊 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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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看见你的脸 你杀了他们 只是打晕了 走 这个送你的算谢谢你上次救我 你上司已经谢过一次了 跟我走吧 从来没有女人对我这么好过 你不愿意啊 不是 成亲了 我曾经许配给别人 不过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我不在乎 你让我想想 我曾经扶起钱 我曾经扶起来 我曾经许配我 我曾经许配你 我曾经许配修 阿拉丘 你是 阿拉丘 是我 无尊 莫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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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吗 莫泽 是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不会死的 我知道你不会死的 你没有看见她的手吗 怎么了 手 这是怎么了 这是疫病 明知道有可能是疫病 还敢报他 你就不怕传染吗 她是我的丈夫我什么都不怕 为什么 莫泽 你有一个好妻子 阿瑞秋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你还是不肯告诉我 木僧到底有没有死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没害阿爹 你做了这么多错事 是 我不跟你吵也不跟你吼 只是跟你喝酒 一起回忆往事 知道是为什么吗 知道 因为你决定要杀我了 不错 你陷害父亲夺取吐司之职 还想挖掘我的军权 这些我都忍了 因为你是我大哥 可你不该杀害高士菊和阿悦了 大哥 既然你马上就要死了 我就不会跟你发怒了 这一夜的回忆 也算是兄弟之情 有个了结吧 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 对吗 我只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对不起大哥 你要活下去 会害死更多人 可以 对不起 对不起 他 由我接任牧府吐司 这个位子你坐不上去 你听见了吧 我爱你 少女阿爹他 求先得到 把自己烧死贼